胡玉音在坟岗子上凄处的喊叫着,声音拖得长长的,又尖又细,这声音使世界上的一切呼叫都黯然失色。 他一脚高,一脚低,在坟地里乱窜,跌了一跤又一跤,跌了他,都在坟坑里爬不起来了,仿佛永生永世就要睡在这坟坑里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有人在坟坑里拉起了他。 芙蓉姐子,你不要喊了,不要找了,贵贵兄弟,他不会答应你了。 你是哪个?你是哪个? 我是哪个?你,你都听不出来? 你是人还是鬼啊? 怎么讲呢?有时候是鬼,有时候是人啊。 你,你 我是秦淑田,秦滇子啊。 你这个无类分子,快滚开,别挨着我,快滚开。 我是为了你好,不怀半点歹意。 芙蓉姐子,你千万千万要想开些,要爱惜你自己,日子还长着呢。 我不要你跑到这个地方来联系我。 昏天黑地的,你是坏笨子,有派。 芙蓉姐子,哎,黎贵贵被化成了新妇农,你就是那…… 你,你造谣,哪个是新妇农? 我不红你。 我就是妇农婆,卖米造不得妇农婆,你是个坏人,你是想吓我,吓我。 不是吓你,我讲的是真话,铁膽上钉钉子,一点都不假。 不假? 乌龟不孝鞭,都在泥里泄,都是一样落难,一样造孽。 天杀的,妇农婆,性贫的,都是你,都是你。 我叫亲的那晚上,你和你那一般妖精们来反封建做喜歌堂,败了我的彩头。 喜歌堂,发灾堂,害人堂。 呵呵,你何苦收了那些歌,何苦反封建? 你害了自己一世还不够,还害了贵贵,还害了我。 呵呵呵呵。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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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琴癫子,真是个癫子,竟坐在坟堆上,唱起了他当年改编的《大赌草》,女歌堂里的曲子来了。 蜡烛点火 绿油漆 烛火下面 烛雷灵 蜡烛灭湿 干了泪 美美苦湿 压了声 蜡烛下出代 兮 花呀是 绿呀有情 配呀 伴呀是 美呀 美呀是 长几声嘞 哎呀啦妈妈哟 长呀 绿呀是 苦呀 青呀是 青呀大长 眼呀 绿呀是 茶呀针呀是 泪水深 哎呀啦妈妈哟 琴鞭子越唱越痛心 止不住泪水往下流 四清运动结束以后 芙蓉镇从一个资本主义的黑窝子 便成为一座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 深刻的变化首先从窄窄的青石板街的街容上体现出来 街两边的铺面原先是一色的发黑的木板 现在离地两米以下 一粒用石灰水刷成白色 加上珠红色的边 每隔两个铺面就是一条仿送体的标语 心无灭姿 农业学大寨 保卫四清成果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街头街尾则是几个万岁相互呼应 每家门口都贴着同一种规格 同一号字体的对联 走大寨道路 居于大寨红旗 所以整条青石板街成了白地红字的标语街 对联街 做到了家家户户整齐画意 原先每逢天气晴和 街铺上空就互搭长竹竿 亮晒一声裙背 红红绿绿 纷纷扬扬如万国旗 也算本镇的一点风光 如今为了整肃接戎 一律予以取缔 逢年过节 或是上级领导来视察 兄弟涉队来取经 均由各家自备采齐一面 斜插在各自临街的阁楼上 无风时低垂 有风时飘扬 造成一种运动胜利成果丰硕的气氛 还有个规定 镇上人家一律不得养狗养鸭养兔养风 叫做四不养 以保持接戎整洁 安全 但是呢 每户可以养三只母鸡 对于养这三只母鸡的用途 则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大约既可以当作鸡屁股银行 换几个油盐钱 又好使上级干部下乡 在镇上人家吃派饭的时候 有两个荷包蛋 街上严禁摆摊贩卖 摊贩改商从农 杜绝小本经营 以上是接戎的革命化 更深刻的是人和人的关系的革命化 镇上制定了治安保卫制度 来客登记 外出请假 晚上鸡干民兵查夜 并且在街头 街中 街尾三处设有三个检举揭发箱 任何人都可以朝里边投入检举揭发材料 街坊邻居互相揭发可以不署名 并且保护揭发人 知情不报者与坏人同罪 检举有工者记入居民档案 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检举揭发箱由专人定期开锁上锁 确立了检举揭发制度以后 效果十分显著 每天天一落呵 家家铺面都及早关上大门 上床睡觉 节省灯油 全震宿静 就是大白天 街坊邻居们也不再互相串门 免得祸从口出被人检举 惹出是非倒霉 原先街坊们喜欢互赠吃食 讲究人缘 人情 如今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 人情味 只好互相竖起了觉悟的耳朵 正大了雪亮的眼睛 警惕着左邻右舍的风吹草动 原先是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如今是 人人防我 我防人人 再者 如今镇上阶级阵线分明 经过无数次背靠背 面对面的大会 中会 小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排队 大家都懂得了 故农的地位 优于贫农 贫农的地位 优于夏中农 夏中农的地位 优于中农 中农的地位 优于富于中农 依此类推 三等九级 街坊邻居吵嘴啊 都要先估量一下对方的阶级高低 自己的成分 优劣 只有十多岁的娃娃们不知道厉害 不肯就范 但是经过几回鼻青脸肿的教训以后 才不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为 小小的年纪就小的叹气 哎 倒霉 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里 人家一开口啊 就说我爷爷搞资本主义 想向地主富农看齐 你还不日足啊 你看那些地父子女 从小就是狗崽子 说的像乌龟脑壳 祖宗作恶 子孙报应 活该 哎 我爷爷要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 这回参军哪 谁有我哥的份儿 你小的 贫下中农里头也还有蛮多的差别呢 政治历史清不清白 社会关系缠没缠杂 五夫三代 金不金的几茶 至于干部历史真相大白 就更是幸费无穷了 运动中 工作组曾经有个规定 就是每个干部都要向党组织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交心过社会主义观 北方原来大家对镇税务所所长都比较尊敬 他是位打过游击的老同志 但是在他交心的时候 讲出了自己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 参加游击队以前 曾经和家里的一个使女相好过 参加革命以后 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天哪 税务所长原来是个这样的坏家伙 老是把叫的样子啊 玩女人倒是个老手啊 下回 他要催个什么税 老子先骂他的狗血喷头 比如 供销社主任 就在诉苦大会上啼啼哭哭 自己虽然出身贫苦 祖祖辈辈做长工 当牛马 但翻身忘本 解放出讨了个资本家小姐做老婆 没有保住 宠苦人的本色 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复杂化 又已经矮子上楼梯一样的生了五个娃娃 想离婚都离不脱了 哎 供销社主任也不是个好东西 资本家的女人 还管我们镇上的商店呢 下回若是吵架 就指着鼻子骂他资本家的代理人狗腿子 再比如 信用社的会计 在一次交心会上 讲到自己虽然是个城市平民出身 但解放钱 被抓过壮丁 当过三年伪兵 于是 镇上的人就给他起了个野名 伪兵会计 如此等等 镇上有人编了个歌谣 干部交心 剥话皮 没有几个好东西 活农民管死地主 活地主管我和你 芙蓉镇的虚期也有变化 从五天虚 改成了新七虚 逢礼拜天 便立本镇提其附近厂矿职工安排生活 至于这礼拜天是怎么来的 合不合乎革命化的要求 因为镇上过去只信佛经 而不知有圣经 因而无人深究 倒是有人认为 礼拜天全世界都通用 采用这一虚期 有利于今后世界大同 镇上专门成立了一个虚场治安委员会 由四清入党 并担任了本镇大队党支书的王秋社兼任主任 虚场治安委员会 以卖米豆腐发家的新富农分子 胡玉音为黑典型 进行宣传教育 严密注视着资本主义的风吹草动 虚场治安委员会下 拥有十位配黄秀章的治安员 负责打击投机倒把 查缴私人高价出售的农副产品 山货水产 没收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一二三类统购统销物资 这样一来 区场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每须都要堆放这些查缴没收来的物品 如鲜菇活鱼石蛙瘦瘦肉之类 这类东西又不能上交国库去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 开出的时候也确实烂掉臭掉了一些 颇为浪费 后来啊 渐渐的悟出了一个办法 凡查缴没收上来的违禁物资 一律做劣质品削架处理 这样一举三得 避免了浪费 区场治安委员会有了一点经济收入做活动经费 每位配黄秀章的成员在一须奔走争吵之后 分点石仙山货水产改善生活 过去当香丁还有点草鞋费 当然 王秋社主任也没有忘记 每须都从收缴上来的物资中送些到公社食堂去 给李国乡书记改善生活 后来 虚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民兵小分队 危险就更加高 权力就更加大 资本主义的斧头鱼们 贩卖山货水产的小生产者们 见了民兵小分队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 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钻入地缝上里去 躲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但是民兵小分队的队员们 有时候黄秀章啊 并不配戴在手臂上 而是装在口袋里 搞微服私访 一当拿到了赃物 才把黄秀章拿出来 在你面前一画 哈哈 狐狸再狡猾 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资本主义再隐蔽 逃不出小分队的手掌心 围禁物品被查缴 被没收以后 物主一般不敢吭声 一完炕就扣人 打电话通知你所在的生产队 派民兵来接回 久而久之 有些觉悟不高 思想落后的山里人 就背地里喊出一个外号 官办土匪 芙蓉镇上 还有一项小小的革命化措施 值得一提啊 就是 罚铁帽右派秦淑田 和新妇农寡婆胡玉音 每天清早 在革命群众起床之前 打扫一次青石板街 然而 历史 是严峻的 历史 并不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当代的中国历史 常有些神来之笔 出奇至圣 有时 有时甚至 开点 当代英雄人物的 玩笑 有时的 福荣镇 被列为全县乡镇革命化的典型 李国香 则成为活学活用 正直标兵 不久 因革命 需要年轻有为的女闯将 她被提拔担任了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 为了巩图 四亲成果 她大部分时间 仍住在福荣镇 供销社的高维墙里 可是没出半年了 她在县常委 公社书记的靠背椅上 屁股还没有做热 一场更为迅猛的大运动 洪水一般扑天颇地而来 李国香惊慌不安了几天 但立即就站到了这场新的运动的前列 领导运动主动积极 首先在福荣镇抓出了税务所长等几个小邓拓 把小邓拓和五类分子们串在一起 绕着全镇大队进行了好几次牛鬼蛇神大游斗 但她还是没有把本公社本镇运动的堕拔稳 还是有人跳出来捣乱造反呼她的大字报 她查出了公销社主任信用社会计是黑后台 就又立即组织王秋社这些革命干部群众反击了过去 抓出了好几个假左派真右派 你死我活如火如荼的阶级大搏斗啊 谁稍事犹豫 谁心慈手软 谁就活该被打翻在地被踏上一万只脚 可是在全国上上下下大串联 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就像天兵天将似的突然出现在芙蓉镇上 真是无法无天的 仗着中央首长支持他们 踢开党委闹革命 把小小的扶龙镇也闹了个天翻地覆 口号是 右派不臭 左派不香 他们竟然对李国湘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 不搜则已 一搜叫小将们傻了眼 红了脸 没有结过婚的女书记的床上 竟然有几件男子汉用的不可言传的东西 小将们接着怒气填鹰 把一双破鞋挂在了李国湘的脖梗子上 游街示众 那天 随从李国湘一起挂了黑盘游街的有全镇的黑五类 当镇上的五类分子们发现李国湘也加入了他们牛鬼蛇神的队伍时 那一颗颗低垂的花钢眼脑壳 那一双双盯着脚下青石板的贼溜溜的眼睛 鬼小的是在想些什么 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表情 只有铁帽右派秦淑田回过头来望了李国湘一眼 四目相视立即碰出了火星子来 秦淑田射过来的目光里含有嘲弄讥讽的针刺 李国湘回击过去的目光是寒光闪闪的利剑 只有两秒钟 秦淑田就把目光缩回去了 转过身子继续朝前走了 真正的阶级敌人又派分子退却了 因为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已经呼啸过来了 李国湘好伤心的 搏梗子上除了黑牌子 还掉了一双破鞋 李国湘一次又一次的找红卫兵们申辩解释 红卫兵小将 战友同志们肯定是闹误会了 我怎么会和他们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搞到一起 我从来就没有当过右派 一九五七年我在县商业局搞专案抓右派 五九年我参加县委反右卿 六四六五两年 我是工作组组长 九五类分子抓新富农逗老右派 我从参加革命工作起就是个左派 真正的左派 所以小将战友同志们 你们抓我肯定是闹误会了 是新左派抓了老左派 哈哈 他娘的破鞋不要脸 你还有口讲什么左派 我们披露反革命修正维分子 是新左派抓了你老左派 恶毒污蔑疯狂反托 红卫兵忙忙壮壮头脑膨胀 一口北方枪用牛皮带抽的李国湘 这个自封的真正的左派 这个自封的真正的左派 有口难言 一时无从申辩 那是什么样的年月 一切真善美和假恶丑 是与非和红与黑 全都颠颠倒倒光怪陆离的年月 牛肝猪肺狼心苟肚 一锅煎炒蒸熬的年月 正义寒够人辱 苟且偷生 派性应运而生 烽火狂阔 这个时候 芙蓉和尚 正在架设着一座石拱大桥 芙蓉镇快要通气车了 五类分子牛鬼蛇神 都被押到拱桥工地上 去出义武功 台片石筛沙子 工地上供一顿中饭 李国湘死也不肯和新妇农婆胡玉殷 使一个铁筛筛沙子 更不肯和老幼派秦淑田 使一根匾单排片石 他宁可咬着牙齿搞单干 背片石上手脚架 他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的身份 即便在坏人堆里黑鬼群中 自己也是个上等人 李国湘想 总有一天 会澄清自己的政治分野 左右派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